比方說,你要想有交通嗎? 什麼來做交通? 大乘法是我們的交通 譬如說,我們講到交通了 我們以什麼作為我們的交通工具呢? 這裡就是告訴我們 我們要以大乘法作為我們的交通 你要用鋁馬箱來做交通嗎? 他說,用五筒 天安筒、天兒筒、神祖筒、宋命筒 這個五筒來做我們的相馬 譬如說,我們要用鋁馬來作為我們的交通 但是在維摩淨土裏面 就是教我們用五筒來做我們的交通 五筒就包括,譬如說,天安筒、天兒筒、神祖筒、宋命筒 就是用這個五筒來做我們的象馬 你要旅行嗎? 要八正道就能夠裡面旅行 你要穿衣服嗎? 最好穿慚愧的服裝 你要穿衣服嗎? 最好穿慚愧的這一件衣服 你要戴花腕嗎? 身形就是我們的花腕 你要戴花和戴腕 最好就是用心心作為我們的花腕 你要具備寶貝嗎? 最好七聖財 就是信仰、慈悲、玻璃、陳定 這些都是我們的財富 你要有財富嗎? 最好就是去找七聖財 七聖財就包括信仰、慈悲、般若、禎不定 都是我們最好的財富 你要想利息很多嗎? 有時候利息嗎? 利息我們要放錢出去才能增長利息 賣土地才能增長利息 這個維茂就是告訴我們 你要想利息很多嗎? 你要去世 要學習 教育 就是我們的利息 你要生利息嗎? 譬如說我們存錢會生利息 我們買房屋會生利息 維茂居士就教我們 要以接受作為我們的利息 就是我們要一直受教 你要大的利益嗎? 你要想大的利益 你要回鄉 你要有很大的利益 你就要回鄉 回鄉 就是回鄉向大 回鄉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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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鄉向你 所謂回鄉 就是回鄉向大 回鄉向大 回鄉向他 回鄉向他 回鄉向你 回鄉向你 比方 我現在吃一塊麵包 我吃一塊麵包吧 你供养给我 你可以在给的时候 我违运这个面包供养你 让天下的所有众生都得到吻爆了 面包是一块 可是你的心那么大 天下的众生都能吻爆 这个利益就大了 我供养你一块钱 是一块钱 我希望这样的一个功德 让天下的人都能民主穷苦困难 那你这一块钱的功德就大了 所以在佛教里面常常要回向回向 比如说我现在要切一块面包来供养你 如果我一块面包只是供养你的话 就只是有限的利益 但是如果我们有非常广大的心 在我将这块面包供养你的时候 我同时我会想到就是说 但愿这块面包能够令到一切众生获得温饱 我们有很大的心量的时候 自然这个利益就会加得很大 比如说我有一块钱 我要是给你 但是如果我将这一块钱 我打算能够一块钱帮助所有贫穷的人 来到是获得温饱 那也都解决他们的困难 那你虽然是一元 但是你的心愿呢 却能够令到这一元发生很大的功效 你要想娱乐吗 人家也喜欢娱乐 要娱乐要去看戏 看跑马 种种的舞庭 这个维母精神的歌手 你要娱乐的话 最好是在笑心 那个里面很多的快乐 我们都会需要去找一些娱乐 比如说有人喜欢音乐 有人喜欢去看跑马 很多的娱乐 在维母经里面 告诉我们最好的娱乐 就是说 在修行里面所获得的欢喜 就是最好的娱乐 比方说念佛 念佛 我彼佛 我念这个神性感和自在 比如说念佛 你念阿弥陀佛 一路这样念 念念一下 你会发觉身心会很自在 我拜佛 拜佛 拜得好像自己的身心 小有肯定空 好像佛夫同在 比如说我们有时候拜佛 一路拜一路拜 你会是感觉 拜到非常逍遥 就好像自己的身心 都是同佛在一起 我打坐沉甸 在沉甸里面慢慢地感觉到自己 身心扩大 好像到了无边无精的世界 我们有时是打坐 如果我们在蝎座里面 我们会发现我们的身心 一路扩大 一路去了 好像无边无际的一个境界 可能我们的吃喝玩乐 如果今天的快乐 明天就没有感觉了 但是 你小心的快乐 今天一住想 可能一生 忘记不了 我们一般的吃喝玩乐 我们一般的吃喝玩乐 的这些快乐呢 就是今天一阵快乐 明天就可能忘记了 但是我们在修行里面 甚至一炷香 所获得的欢喜呢 可能就是你永远都不会忘记的 你要想事业做得越来越大吗 发行 可就是我们的大事业 你想事业做得越来越大吗 这样 发心就是我们最大的事业了 感谢观看